民進黨基隆市議會黨團召開記者會 拿出從某企業員工吹哨者的錄音檔和罷免市議員的連述書 抨擊基隆市長謝國良利用企業員工進行連述 要罷免議長同職位以及多名民進黨籍市議員 這一次是史上第一次有我們的基隆市長要來罷免我們基隆市議會議長 信集團大家都可以知道他是誰在管理的 實際上的基隆者是誰 其實就是我們基隆市長謝國良 這就代表謝國良市長公開發起他的企業 公開發動他的企業 來罷免我們基隆市議會民意機關最高的首長 就是我們的一個議長 市委政議員陳怡議員張浩安議員也被傳 我們所有要來監督他的人 現在都在他們的攻擊射擊範圍之內 甚至連議事中立在議場大亂出手保護市長的 同志為議長他都要首當其衝的來罷免議長 一個市長經不起監督竟然要用政治操作去罷免民意機構的議長 他就利用家族企業的員工做他們不願意做的事情 逼迫家族企業的員工發動對議長以及議員的罷免 我認為謝國良這樣的一個舉動就是政治清算 這樣的舉動跟共產黨有什麼不同 霸免霸免基隆市民意最高首長 這樣的行為已經是台灣憲政史上最大的一樁笑話 在這裡正告所有支持我們清廉情政愛鄉土的朋友們 希望大家嚴厲抵制 無能無良無法無天 無能無良無法無天 對此國民黨基隆市黨部也召開記者會 沒有正面回應錄音檔以及連數書的來源真假 只強調國民黨基層的支持者 看不過去民進黨側議已經開始連數罷免市長謝國良的行為 因此由國民黨基隆市黨部主導開始進行反制罷免的動作 對於民進黨跟側議要罷免市長這個事情 我們覺得非常不合理 所以我說我這個軍人出身 就是說我是直來直往 如果你要罷免我的市長我就罷免你的議員 在網路上發動罷免謝國良 有一個叫做山海公民拆糧行動的一個網站 已經號召了數千人 號召在三月份開始要罷免謝國良 所以國民黨市黨部基於這個原因就也組織著一個緩制罷免的一個行動小組 由我擔任召集人 尤其過去為了這個東岸停車場的事情 我們很多議員揮理性的攻擊市長 然後這個講一些逝世而非的 沒有互黨產還要去跟廠商站在一起 所以互試產而去跟廠商站在一起 我們很多支持者包括國民黨還有我們一些民間社團看不下去 就是要跳出來要緩制罷免市長的這個行動 那麼這就是我今天的報告 請問這個發動罷免市議員有幾位 罷免市議員 有幾位市議員叫我們要罷免 我們現在應該是鎖定了五到六位議員作為罷免的對象 名字是 一個是張志豪 一個是鄭文廷 一個是童志偉 一個是陳怡 一個是張浩漢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